二是俄乌战事进入第八十多天了 俄罗斯周三宣称 正在乌克兰动用新一代的高性能雷射武器 可以烧毁无人机 有效对付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大量的军火 俄罗斯方面透露 一款名为佩列斯韦特的雷战作战系统 已经广泛部署于乌克兰 不仅如此 俄罗斯手上还有比这更强大的雷射系统 俄方宣称已经在对物战争中 动用了这个武器的原型名叫扎蒂拉 但是俄国的说法还未得到证实 而网络上一段影片显示 乌克兰M777榴弹炮遭到俄军的打击 M777是美方军援乌克兰最先进的武器之一 另外首都有被控犯下战争罪的俄国士兵认罪 21岁的坦克军指挥官西西马林 被控于在乌克兰苏梅州 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62岁平民 在基辅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之后 他证实认罪 而CNN的记者也走访位于 卢干斯科州的比洛哥里夫卡 在这里俄罗斯遭到战事以来最大的挫败 到处都可以看到俄军被摧毁的坦克 而日前麦当劳表示将结束经营 三十多年的俄国事业 不再使用麦当劳的品牌以及菜单之后 大批的俄国民众前往缩国均存的麦当劳店家 即使要等几个小时也要品尝最后汉堡的滋味 记者综合报道 而乌战士在亚速钢铁厂的部分呢 已经画下据点了 泽伦斯基说是光荣退场 不过外媒揭露 其实是乌克兰军队先举牌起投降 这个不叫投降 我不晓得叫什么 你把你的武器放下来 对不对 然后被对方的 就是说你的敌对方收身 然后把你送到敌对方指定的地方 这个不叫投降 那我不晓得叫什么 那叫胜利吗 那美国的这个Washem Post 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撤退 当然这种作战的时候 有用词都很小心 所以以前我们这个 有一个历史上 就著名人物 他叫什么 他叫李鸿章 他为什么会这么得到 这个曾国凡的赏识 他特别会写公文 他有一次写 就是说这个前线怎么样 这个敌人非常顽强 结果呢 我方前面一个人写说 屡战屡败 就到了李鸿章的时候 不要这样写 他说屡败屡战 完全不一样 结果就发觉 结果曾国凡这是人才 对要提拔 所以他非常提到他非常快 所以就是不是投降 是撤退 是撤退 不是一支战一支输 是一支输 但我们还是一支战 哎呀 真是漂亮的文字艺术 国民党也转进到台湾 对 也不是撤退 是转进 一样 一样 都一样 你本来用退 可是你要用成进 对 所以这个就是文字游戏 不过我们看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看它 定义投降的话 那你就是把你的武器 一方把武器放下来 对不对 另外一方武器没放下来 那放下武器的那一方 就叫投降 这不叫什么撤退 撤退是自己还拿着武器 把你的东西统统往后搬 那你为什么武器要放下来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基本上 它会撤退原因 表示乌军还是有 不是 又讲撤退 投降原因 表示乌军还有几率 为什么 这是泽伦斯基下的命令 嗯 嗯 泽伦斯基叫他们投降了 他就投降了 对 所以这个事实上 就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战争态度的转变 我们还要观察 虽然泽伦斯基也是嘴巴 很硬 很硬 他说事实上你们是 意思就是说 你们是很了不起的战士 你们没有投降 你们只是尽了你的义务 你们事实上是英雄 反正投降也可以做英雄 所以你怎么讲 国际的最新消息带领关系呢 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女儿艾希利确诊 感染新冠肺炎 他原定和第一夫人 急而要到南美洲国家厄瓜多 好 不过现在已经确定取消行程 另外呢 还不清楚他最后一次和总统拜登见面是什么时候 但是根据发言人的说法是 他没有和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有密切的接触 拜登预计520会访问南韩 原先计划要走访南北韩的非军事区 也就是板门店 但是最新情报指出了 金正恩可能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 试射可吸核飞弹或是测试核武 因此美方决定不会前往两韩的交界 非军事区域 上海封控已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当局在16号的时候宣布 全市有16个区域已经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因此在疫情趋缓之际 上海官方也说 民众如果要离开上海 只要出示离户证明 而且在时效之内就能够离开 对于官方放宽了政策 您可以看到 在上海的虹桥火车站一夜之间 立刻挤满了好多人 就是为了逃离上海 网路上更出现润字一词 就是取自于英文奔跑的run 取代中文字的润 自嘲上海民众现在能跑就跑 这间尽头的队伍民众沿着高架桥列队 为的就是挤进虹桥车站里 赶紧逃离上海 可以赶紧把你送过去 我们急快一点 分秒必争的原因 就是因为离户证明 仅在六个小时内有效 而上海实施风控近两个月里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民众爆料的各种疫情乱象 因此在疫情趋缓之际 上海正上演一波移民潮 网路上更出现润学一词 以英文字run的中文谐音润字 来表达想要逃离上海 要大家想run就run 有钱run就run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 证明到底有多少人已经离开上海 但关键字移民数据 光是这个月就爆增了四百倍 而run不出上海的民众 则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 像鲤鱼犬抢食一样出门采卖 民众大包小包拉着行李 好比全村出门旅行 在上海疫情趋缓的同时 天津疫情却悄悄升温 当局甚至出动百辆游览车 拉走上万人撤离 对于本轮疫情 天津官方则表示 有关病例传播链初步考虑 可能是与进口冷链食品有关 另外作为新一波疫情重点的四川 目前也启动了两个方舱医院 有效管控疫情 记者谢翰宇报导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